有個朋友問車股 不過不是那些電動車身勢力 他問東風的,問489 他的買入價是6.6 他說前景怎麼看呢? 前景上,未來的車 試放氣氛好多 都可能會繼續落後 但好處就是這些落後股 就是很便宜的汽車股 就算業績很差也好 都會有抗跌 所以我覺得你用來炒range 上來格局去炒 都可以的 應該不會出現一些崩盤式大裂後低害的狀況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選擇一些股值便宜的汽車股 都未必是收縮 我會寧願選廣氣 但如果你真是鍾情於東風 有5元不穿 你就以5-8元這些range去炒 但問題是現在一刻 你看圖表上面 穿了一些平均移動線 剛好就是農業跌力的道理 開始穿位的時候 你去買東西不抵薄 所以你說東風 如果你真的要去炒的話 可能真的接近5元邊的位置才出售 嗯